咱们国家提倡尊敬老人 对老人要有礼貌 见着老人 主动打招呼 王爷爷 您去哪 去买菜 用我开车拉你一段吗 不用 那您慢着点 有什么事招呼我一声 那我及时上班 我先走了 回头见 要客气 可是有许多人 在这方面做的不够 见着不称呼您 一见着就问 王大爷 咱妈去 走得动吗 不行了说一声 开车拉你上医院 谁叫没礼貌 还有几个人 对老人就更为礼貌了 特别是一家的人 还有个小孙子 跟爷爷就没礼貌 老头 把苹果给我拿来 一会就叫 老头 下楼给我买冰棍去 就这样 您还别笑 这都是真事 所以有这么一点就是 老两口 一个儿子四个闺女 儿子又有儿子和闺女 闺女也有儿子和闺女 一大家子人 四十通堂 哪都好 挣钱都不少 可就一样 不孝顺老人 平时呢 老太太做好了饭 大伙呼啦呼啦都回来吃 吃完就走 也不说帮着收拾收拾 不管 房间过节 别说给老人买点东西 还经常往自己家拿 爸爸 您酒还喝吗 不喝我个喝去了 那个说 妈 您这意识还串吗 不穿我个串斗了 就都这样 说实话 老两口也生气 可是没办法 儿子虽说孝顺吧 可怕儿媳妇 闺女呢 互相比 你不伺候老人 我也不伺候 这么一来二去的 就没人管老人了 不过呢 老两口身子骨挺硬朗 自己能照顾自己 可没过二年 这个老太太出事了 得了半身补随了 也没人伺候 没过半年 去世了 就剩这个老头自己了 这时候 大伙都傻眼了 就这个大闺女说话了 今天咱大伙在这开个会啊 上来上来咱老爸爸的问题 咱妈去世了 不能生爸爸自己在家 大伙上来上来怎么办 儿子就说话了 去我呢 我伺候 刚说完这句话 就对儿媳妇咳嗽一声 这个儿子不敢言语了 儿子不言语 你闺女倒说呀 没人说话了 大闺女也不说话 就这么耗着 最后还是老头先开的口 你们呀 也甭为我操心 我身子骨还行 自己能做饭 你们都甭担心 过个年呀 节呀的 来看看我就行了 老头说完这句话 就听大伙说 好好 还真答应了 不过呢 这些儿女们还真说话算话 逢年过节 准来看老头 说这回赶上老头过生日 八十岁大寿 大伙又都来看老人 做饭吃饭 在饭桌上 都得给老头敬酒 这个儿子先站起来了 端着酒杯对老头说 爸爸 今年是您爸说最圣日 儿子先敬您一杯 不过呢 您少年纪了 别喝太多酒 我把这杯白酒干了 您随意 说完 自己干了 老头心想 儿子祝贺 我八十大寿 我也得表示表示啊 就把自己这杯白酒也干了 喝完 儿子坐下了 这时候大闺女站起来了 跟老头说 爸爸 今年是您过圣日 我敬您一杯 我呢 不会喝白酒 我喝一杯啤酒得了 您呢 随意 说完 把自己这杯啤酒给干了 老头心想 闺女敬酒不能不喝呀 又干了一杯白酒 这刚喝完 小闺女站起来了 爸爸 今天是您八十岁圣日 我也来敬您一杯 我呀 没酒量 但是您过圣日 我多少得喝点啊 我呀 就喝一杯啤酒得了 说完 干了一杯啤酒 老头陪着又喝了一杯白酒 这刚坐下 小孙子过来了 端着个酒杯 爷爷 祝您生日快乐 我敬您一杯 不过我不会喝酒 我喝饮料 说完 自己干了一杯橘子汁 这老头又喝了一杯白酒 大伙都敬 老头你一杯 我一杯 没少喝 不多的会儿功夫 醉了 就嚼着心口有点难受 想躺会儿 可谁也没告诉 就站起来去那屋躺着 大伙起初也没留意 以为老头去厕所了呢 等功夫大了 一看没回来 儿子呀 就说去看看老头 一去厕所 没人 再一看 在屋室躺着呢 儿子就过来了 爸爸 您怎么这躺着呢 老头没动静 儿子还叫 爸爸 您睡着了 这个老头啊 还真有点迷惑了 听听儿子叫自己 等想说话 可泛懒 于是就摇了摇手 那一次我没事 困了 自己迷惑 可一这么着 儿子误会了 以为老头不行了 赶忙送医院 到了医院 跟大夫说 大夫 您快给看看吧 我爸爸不行了 大夫说 你先别着急 我来看一看 这个大夫呀 就把老头的左眼皮 给拔开了 一看眼睛 完了 眼珠子都不转了 肯定死了 这个大夫先慌了 站起身 朝老头儿子摇摇头 哎呀 不行了 就听这个老头的儿子说 大夫 您还是给看右边吧 我爸爸左边这事假眼 啊